現在大家不是都很熱衷微博嗎 好像聽說你也已經開通了微博 然後我知道你好像本人是從來不喜歡用手機的 那現在有了微博之後會不會也在玩手機 這個問題我剛剛很熱衷在思考 因為我們剛剛還在討論 因為我沒辦法拍照 所以我每次發什麼我必須用照相機 然後再弄到電腦上面去 但是我沒有用手機已經是三年多次了 我覺得我很享受沒有手機的生活 所以暫時還是不會用手機 那你跟女兒怎麼聯繫啊? 就用家用電話 如果我不在就是在工作 如果在家就是在一起 所以也沒什麼好聯絡 你是第一次來咱們嘉欣嗎? 好多次了 好多次了 真的嗎? 那你知道我們嘉欣什麼最有名嗎? 我剛剛吃了 吃什麼? 粽子啊 肉粽 蛋黃粽 豆沙粽 菁哥 我們在台灣想吃什麼好吃啊? 如果說我想是台灣的話應該是什麼 我們在車上來的時候 然後我現在說 因為我在吃粽子 家欣粽 然後我就在問同行的人做 那你覺得台灣什麼好吃? 如果在你心中台語的話 我們自己就要有台語 我自己選出來的第一名是那個鹹酥雞 鹹酥雞 鹹酥雞 對 我想到偶仔煎真的有那麼好吃嗎? 真的很難吃 不不不不 不不不不 我不喜歡啦 我不喜歡啦 是我不喜歡 但他還不錯 蠻有特色的 我真的偶仔煎會殺我 沒有啦 我不喜歡 但是 因為很多種選擇 個人有各 個人 但是鹹酥雞真的 我 我跟我的髮型是 票選 第一名 很難忘記 可以為了鹹酥雞 胖個兩公斤沒關係 那你這個新專輯 在什麼時候可以跟大名這個 目前我寫好了第二首 第二首 寫滿十首就可以發了 那明年會 明年 今年不可能 我想問一下 你女兒喜歡音樂嗎? 對 應該是很喜歡是吧 三位喜歡 那你有沒有專門的去培養他? 不會耶 不會 那你有沒有專門 他還小 他還小 你有專門那女的小孩寫歌嗎? 不會耶 不會 就順其自然 他如果做了什麼 讓我高興的事情 或者 讓我很生氣的事情 很難過的事情 才會去寫 上次他唱那個 三十六季是吧 對 我覺得還蠻好玩的 那今後沒有 讓他再嘗試一下更多的曲 那已經是六年前了 對啊 那現在我覺得他現在唱歌功力應該還好吧 什麼? 唱歌的功力 他有沒有遺傳你這個記憶? 沒有耶 他現在令我很生氣的是 他現在其實都是偶像團體的fans 他會比較喜歡誰? 一直在喚 一直在喚 你有沒有推薦他喜歡誰? 沒有 那這其中有你嗎? 當然沒有 但不會有 對啊 那我再問一下 就是現在 我知道很多年輕人都很喜歡音樂 或者自己組那個樂團這樣 然後因為你也是當年這麼一步步過來的 然後可能也經歷過低谷啊這樣啊 就是你對現在的年輕人 比方說他愛好音樂 或者又遇到困難 你有什麼建議 或者對他們有什麼想說的嗎? 遇到困難是這個 玩音樂過程中最值得去留下來的事情 如果你組團都很順利 或者是玩音樂很順利 就沒有什麼玩的意義了吧 所以碰到 當中會碰到 不論是音樂上或者是相處上 很多很多的困難 我都覺得這是很過癮的事情 這個寫歌 就像寫歌一樣 要有一點一點的 生活的歷練 才會有作品 就是自己要堅持嗎? 就算遇到困難已經 應該有堅持 堅持在音樂上是一定要 但是有時候 你堅持的東西如果是錯的 那我覺得你就必須要思考未來走的路 有時候你就根本不是這塊料 不要讓自己浪費自己的時間 所以我覺得不管做什麼事情 我覺得認識自己很重要 我花了很長的時間在認識自己 我到底是做 你後來發現自己是做音樂的料 對對對 謝謝謝謝